我把萤幕切过来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说PCA维度缩减的部分 在维度缩减的部分里面 我们最常使用的东西就是PCA 我先讲解一下维度缩减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栏位里面会有100个这样 我们有时候栏位里面是只有300、500个栏位 但是那一些栏位真的会去影响到这个预测结果 说不定才是10个15个而已 我今天在做 我在前面我们在做那个data的时候 做完之后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跑一个维度缩减 或是跑一个PCA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把这些原始资料 比如说100个栏位 然后它有10万比较快 100万的资料甚至300万的资料 我先丢进一个比较简单的Machine Learning里面 的Model里面 它可能说不定过一个三分钟五分钟 它就回传给你了 但是它今天如果在做比如说像是比较复杂的Model XG、Lite或者是甚至是学到后面的深度学习的 比如说像是CNNK、RN、等下有讲LSTM等等这些 你会发现你把一点点资料丢进去 它就要跑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说我们把它跑 我们不想让它跑那么久的时间 准确度又不会太长了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PCA的这部分来做使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PCA不只在机器学习和 反正就是各种AI的领域 它其实在以前的统计分析里面 在SPSS里面 应该就有些叫做PCA的这部分 那PCA我们可以称之为另外一个就是组成分分析 这部分可能在统计的方面 大家也都有听过或是学过这部分 那其实PCA这块他们就是在做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用Code下去做 我们这个组成分分析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会做 很常去做我们的组成分析的解释程度 解释程度越高 我们有时候在做我们的这一根模型的时候 我们越好做 那我们首先也是一样 我们先用狼排的部分去建立一个array 这个应该在初阶班 或者是在前面几堂课的课程里面 也都很常去做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建立一个一维的 没二维的 好 那我们建立往二维之后 塞进来PCA里面 那这个PCA在什么里面 其实现在Python很方便 你看这个model 3T的里面就有这个model了 那在3T的这个model里面 它就有一个叫做PCA的部分 那PCA我们塞进来之后 我在说这份model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fit 对不对 蓝色有一个fit的 这就是model 我们开玩笑说model要进去就是三个fit 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句话说 我们在点选这个做到最后fit 就是开始训练确定它的时候 这时候是最消耗时间 最消耗你的机器效能的时候 就是会在执行这一行course 因为这个tone非常的简短 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再按下去 你看collapse 它其实有好玩的地方 它左上角会跟你写是几秒 0秒 那其实都是零零几秒 非常少的时间 就把它训练完毕了 那以后你们如果拿到想公司的资料 大一点的时候 甚至你们公司里面如果IT部门 可以问问一下他们 他们如果有hadoop的话 那个你们的那个资料 那个可能都是奇异别的 都有可能 因为毕竟你们都已经见到hadoop的这个 资料铺了 那有兴趣也可以 你也可以跟你们的IT人员聊聊 看说hadoop是什么 好 那这就在这场特段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好 那我们做完我们的组成分的检视之后 我们接下来做我们的降维的动作 那我们降维在pda里面也有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去做 来去考它的降维之后 比如说像是我们这场 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上面这这一个 我们去印出来它的 这个是它的 这个我忘记这个我念了 解释力 那我们原本解释力是0.99 然后另外一个是0.0075 那是不是第二个这个解释力是不是偏很低 所以它在做降维的时候 它就自动把这一个给删除掉了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啊 下面这个有6.3的解释力 那它这个解释力它只有0.5左右 那它是不是就自动把它降维降掉了 那你要想你今天如果有100个栏位 那你告诉他说 我3pda这里我取1 那它就是只有一个栏位的部分 那我今天在这里如果我看100个栏位 我只想要前10个前20个 我是这里再填多一个前10 就可以了 那我填完这些我把这些栏位拿出来之后 我再把塞进我的model也去做train这种做 那依罗级和e-0.0来讲 它train出来的结果 应该会是一个不错和一个比较优秀的结果 但是有时候这种 因为Machine Learning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Blackbox 有时候这个演算法 它就不是偏偏喜欢那些很奇怪的栏位 有时候PCA跑 明明这个栏位是相关系数程度来讲的话 就是解释力也很差的 那偏偏就在他们训练里面 他觉得那是重要的习数 所以这时候又回过头来问我说 这样子我们到底要丢哪些栏位 进来我们的资料里面做train呢 这时候尤其在各位在公司 这时候其实就要回归到公司的业务层面 你可以跟比如说像行销人员好了 你可以问这个行销人员说 那民众为什么都很喜欢买这一项产品 他有什么他的TA的特质在哪里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是成为IT人员 我们IT人员其实没有这么去了解 行销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反而从他们回来告诉我们 哪些资料是重要的 你不应该删除的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把他们的意见 纳入我们在做资料科学里面的意见 资料科学很好玩 一块就是他不是单纯的程式 他除了程式以外 还得配合其他单位的人员一起做 才会把东西做得好 还是做得精准 这一块是在 不管你在资料科学的 哪一位很厉害的大神 或是统计生数学的 那么数学很厉害那边计算很多 但是其实他们回不到最原始 那我们还是会跟你讲这句话 资料科学是大家一起合作出来的一门科学 而不是单打独斗了 你不会写扣 你资料科学要做得很好 这我觉得是不见得 所以还是得回归到资料本身来去做使用 和来去做讲解的部分 好 我们把我们PCA讲了第一个 那我们来讲第二个PCA的部分 好 第二个PCA的部分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拿上面那张图 我们拿上面这一张 我们拿上面这一张早餐的图 有蛋这个图 那我们想要做到一件事情什么 我们想要让他压缩这张图片 跟让这张图片的 比如说这张图片原本有10枚 我们想要压缩到5枚 那我们压缩到5枚 我们还有什么种做法 让他压缩小一点 为什么我想要把图片压缩小一点 有时候是为了存质量 有时候是为了网页而慢慢跑快一点 那他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来把这张图片压缩小一点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有两种方法可以问他 第一种 我们刚刚介绍的 K-means 我们只要K-means 设定为 像我刚刚设定为2或是为3 那我刚刚是把那张图片 他的几大颜色秀出来 他除了能够这样秀他几大颜色之外 他也可以怎么做 他可以把这压缩后的结果 秀的像是右边这样子 有没有 他就是压缩成 像我在这里设定 我在这里设定成 他要保留4种颜色之外 4色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Camping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保留成4色 那我们保留成4色之后 我们就把它压缩出来成这样子的部分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图片 那我们有趣一点玩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就是会玩一些 像Instagram这一个IG 就是大家喜欢玩的 IG里面不是有些特效 什么黑白 什么富片 然后什么 像是我右边这个 不知道什么奇怪的风格 其实原理都大同小利 他就是做图片压缩 即时图片压缩而已 像影片 像照片都可以做到 没问题 而且是即时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他可以做到这么即时 因为他一张超片传进来 是RGB3色 RGB3色那就是256 256在目前的手机 或目前的任何的硬体里面 去做计算 所以我一张图片 或一段影片而已 计算都是非常快速的 我示范给各位看 那我们按下 一定有 我们有希望的 啊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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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选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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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